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跟各位聊了关于上行的圆滑音 上行圆滑音我们一般是用敲的方式把第二个音带出来 那么这期我们跟各位聊关于下行圆滑音 下行圆滑音就是从高音往低音走 那在片头的时候 我所弹这首塔雷家的大圆舞曲 他就用到了下行的圆滑音 像前面这两个 这两个音 这边 它都是下行圆滑音 那么下行圆滑音要注意该怎么样去练习呢 首先第一个 在勾的时候 角度上尽量跟弦是垂直的 因为有的朋友在练琴 刚开始接触琴的时候 他的姿势可能会 手腕的角度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自然 所以在勾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一个斜的角度跟弦不是垂直的 或者是用手其他的动作 手腕去把这个 去把这个弦带出来 那这个都是刚开始我认为应该要避免的 但也不是说后面就都不用到 有时候也会需要用到其他关节力量 但刚开始练习 我建议尽量先单纯的用手指的力量就可以了 好 勾的时候尽量跟弦 垂直 这么一个角度 这样音会比较清楚 好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在低音弦上 比较低的弦去勾的话 那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会把别的音带出来 像这样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我比较喜欢用挑 挑这个字来形容 好比 这个是右手 我们在右手在拨弦的时候 我们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会把弦勾起来 挑起来 就不会碰到别的弦 那你可以反过来想 现在是左手 把左手当作右手一样去拨弦 所以这个角度你可以揣摩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就像右手一样不会碰到别的弦 把这个角度掌握好 那么 第三个就是 如果不是空弦 而是两个手指同时在弦上 然后 你要去进行勾的话 那么 常常这个声音发不出来 并不是你的手的力气不够 而是上面这个手指 没有按紧 比如说像这样子 好 只要上面这个手指 按住了 按得很扎实 随便勾 它都会有声音 如果你上面手指如果松掉了 因为下面这个手指的牵动 上面这个手指松掉了 那么就声音就会发不出来 好 所以我们在两个手指同时按弦的时候 进行勾弦时 你可能把注意力要放在上面这个手指上面 而且不能有拉弦的动作 尤其在中把位这一带 因为这边弦比较软 很容易有 很容易有这种现象产生 那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这个手指 硬住 下面手指 踩好勾 不然变成这样 在勾之前先有一个 拉弦的动作 OK 好 这就是 我今天跟各位建议 下行圆滑音在练习时要注意的三点 然后上一集跟各位介绍了 塞格维亚所提供的一个练习 在上行圆滑音的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练练练练练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练习可以反过来练 就变下行圆滑音 同样的会注重在三指跟四指的练习上 一共六拍 一二三 一二二三 好 好 所以一样慢慢的往上跑 是这样练习 好 慢慢练到第一屏 你可以用低音弦 用二弦三弦练都可以 这个练习蛮有效的 尤其针对我们并不太灵活的三指跟四指 好 那么这个曲谱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可以QQ上跟我联系 那希望这两期的圆滑音练习对你是有帮助的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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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